香港税制改革 昨天立法会通过了2024猜想修订条例草案 在2025年1月1日起 正式实施住宅物业累进猜想制度 这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了富豪要交的猜想多了 在以前不论任何租值的住宅物业 猜想的税率都是年租金的5% 但今次就以能者多付的原则进行了修改 住宅猜想变成累进制 代表了年租值越高的住宅物业 要交的猜想税就会越多 在新规定下 应货猜想租值为55万年租金 或以内的单位 即是月租金45,833万以内的物业 是没有受到新税制的影响 都交回以前的税率5% 而这类型的住宅物业 在香港占了98% 变相来说新规定的猜想类像制 受影响的单位其实是相对少的 只有2% 而且是富豪阶级的人才要多付钱 如果你应货猜想租值超过55万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表 年租金55万到80万这个区间 即是月租金66,660元以内的物业 前55万的租值猜想就以5%去计算 之后那25万的猜想就计算8% 即是给多3% 月租金66,660元的数字 其实都挺容易计 你只要记住 魔鬼向你收税 那就OK了 至于超出80万年租值的物业 多出的租值 一是以12%猜想去计算 这个新收定只适用于 住宅或住宅连车位的物业 至于非住宅的物业是完全不受影响 例如商下公下商铺、酒店、托宜所、安老院、青年宿舍、度假刑那些 都不在类进猜想制度的涵盖范位之内 而住宅物业有些都挺特别的 例如我们上下幅打通、左右打通 那些又怎样算呢? 它是用一个大的租值去算 还是算两间小的租值呢?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先生就说 猜想物业股价署会发出一个通知书 由个猜想的纳税人提供有关物业的资料 这句话就比较灰色一点 要个猜想的矫立人 报告这个单位的实质情况 如果它当作是一个改建物业 那我们就当作一个租值去算 如果它当作两个物业去申报 它的租金那边就要签两份租金 变相来说租值就各自算 我只可以这样理解 详细情形要看 AZLE 推行当时 税局是怎样算的 而局长都表示香港现行的 简单低税制 其实都包含了类尽的元素 例如申讽税为例 目前有五个类尽的阶梯 有交开税的人应该明白的 新的猜想制度 只不过有三个 是比申讽税这个更加简单 而且税制影响的人群其实有限 以及以能者多富的原则 即是它不会影响普通市民 它会影响富豪阶级的人士 而局长最后强调 这次修例不会波及工商物业 即是它不会影响香港的商业半渡 甚至是整体的竞争力 如果我们看回整个时间线 这个修订的草案就昨天通过了立法会 然后整个草案会在11月1日 在报纸上刊献 猜想物业股价署都会发出相关的通知书 通知受影响那群人 而去到2025年1月1日 整个法例就会正式深厚 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以及我们如何避免多交税呢 我指的是合法地避免多交税 如果打算买豪宅收租的朋友 我会建议用最简单的方式 就将一件你想着买的大单位一拆成几间小单位去收租 每个每个单位对应的月租金 不要超过45833元 那你就交回原有的猜想5% 而本身是想着买一个大单位自住的朋友 这件事就真的帮不到你 我只可以跟你说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感谢你的乐善好诗 为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共演 希望这期可以帮到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